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弟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你除了脑伤之外 你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你现在心这块地方 从这里一直到肠胃这个地方 经常不舒服 有 有 有 还有小弟 你要记住 你的两个脚 两个脚 两个脚 现在我看上去 因为你的腰椎的关系 腰啊 腰不是太好 所以你的两个脚放不平 听得懂吧 你是个好孩子 你很孝顺 但是你总是疑神疑鬼 总觉得人家在盯住你看住你 这个太有了 而且你总觉得有一个人一直在跟踪你 好像是想盯住你一样 这个十年前有 现在好一些了 你记住了 你好好念经 这些都会消掉的 你这个人呢 现在没有其他的大问题 就是眼睛还是要当心 眼镜啊 这个 罗大长能不能把我眼睛的问题说一说 眼底啊 你的眼睛啊 有时候两个眼睛的眼珠子的距离不对 没有 这个你都知道 我一个多星期前刚配的新眼镜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看见吗 大家看见吗 他来考师傅了 他来考master了 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小弟你主要是灵性在身上 因为你经常会跟一个人讲话 有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老搞你 你也不知道是谁 你经常会说 别搞了什么东西了 这个事情就怎么样 这个你都能看出来 可以 看样子我考试马上要通过了 明白了吗 小弟 我告诉你 没有其他问题 叫你妈妈好好帮你念经 你自己也念经 这个 关于念经 我有一个地方要跟罗大长说一下 就是之前 一个多月前吧 就是我娘开始念小房子 也带着我念 我当时是念那个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我当时确实是咱拼良心说话 老老实实的念 结果念到第四天的时候突然失眠了 我就再也不敢念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 能不能大家解释一下 很简单 因为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对很多的灵性来讲 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很大的能量 他们都需要的 或者对小鬼来讲也是一种钱财一样 所以当你给他念 只念几遍的时候 他就来抢 他就可以来要 他要了之后 可以在你身上 不走 这时候你就会失眠 听得懂吗 好 白天多念心经 晚上多念大悲咒 小弟听得懂了吗 能不能在游泳池里面念 因为我白天会游泳 你能不能在游泳池念 不要念 你就这点时间 你就不要念心经了 大悲咒也不要念 因为穿的那么少 不好的 而且游泳池里的水属阴的 听得懂吗 不在乎你这点时间 好 那就不跟我说 洗澡的时候念了 那数量的话 有没有什么 数量 自己给自己定一个 二十一遍 或者四十九遍 超过了之后 随便念 好了 好好好 心经和大悲咒是吧 一样 心经和大悲咒 定个数量 每天完成 做完成之后 拼命的念 好吧 好 问一下师傅 就我给他念 小房子 需要多少张 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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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的念了 五百六十张 五百六十张 之前我已经 也有解缘的小房子 也有我自己念的 我已经给他念了 一千五百张左右了 所以他才今天这么清楚 所以他今天才敢考考我 那我就是再念五百多张 是吗 对了 再念吧 放生大约放生多少条 放生大约放生多少条 放生三千六百条 三千六百条 好的 好吗 好三千六百 这个儿子你好好的救救他吧 好好好 他人很好的 好好好 明白了吗 很可怜的 上辈子跟你也是有缘结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两个人谈恋爱你们上辈子 听不懂啊 所以这辈子好的嘞 又要吵又要好你们两个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明白 嗯 明白了吗 请谢谢 好了 想问问我父亲一顾的父亲 郭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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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超过你超度过他吧 我还没有超度过 没超度过 你爸爸人很好 比你好 很好很好 你爸爸很自 很大方 对 人非常的善良 对对对对对 你比较小气 我不小气 我挺孝顺的 经常给我父亲买保健品 呸 你第一个婚姻的时候 把你爸爸气得一半死 还要我讲啊 没有离过婚 没有离婚 就是说 你第一个谈过恋爱不啦 嗯 结婚之前谈过恋爱不啦 谈过 谈过了 你爸爸不同意对不对啦 没有见得 没有反对 把他气得要死啊 现在明白了吗 好好给他念经啦 死了他都记住了 不要开玩笑 好不好 我爸爸用念多少张小房子 给你爸爸念 你49张就可以了 好 谢谢 妈 感恩卢台长